枪声一响,那只长着奇特鹿角的驯鹿,摇摇晃晃地栽倒了 史蒂文是个猎人,同时也是美食达人 他今天来到了阿拉斯加北边的布鲁克斯山里头 和朋友蒂姆组了个队,一起找寻驯鹿 这儿满是湾庭的河流,还有那些辽阔的湖泊 野生动物飞长,俩人很快就发现了个鹿群 看到了那只大熊鹿,一只熊鹿体重能有300斤重 可惜按这儿的规矩,到达的当天不许打猎 只好等到第二天才能动手 为了弄点吃的,俩人决定去钓鱼 他们找到河边上下野,在一处水流漫的地儿开始钓 开始了钓鱼的火,史蒂文这钓鱼技术一流 钓了没多久,鱼儿就上钩了 那鱼儿活蹦乱跳的,正拼命挣扎呢 结果还是被拽上了,这是条回鱼 肉质鲜美,口感一级棒 当地人特别爱吃,史蒂文教了蒂姆怎么钓鱼 蒂姆尝试了好几回,也终于钓起了条回鱼 现在俩人要休息了,夜里静悄悄的 第二天,黎明又来了 他们开始了今天的狩猎 今天运气挺好,很快就看到了鹿群 鹿群正在迁徙的路上 俩人准备前面等着 这地儿开阔得很,驯鹿们会停下来吃草 猎人的机会就来了 他们蹲在草里等着 过了会儿,一对大鹿角先露了面 这是成年熊鹿,看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 史蒂文看得乐呵呵的 瞄准了就决定是这只了 蒂姆准备瞄准,可那鹿一直在动 只好耐心等个机会 机会真的来了,那鹿正好停下来 蒂姆一气呵成,扣下了扳机 鹿中枪那一瞬间,想跑还没跑成 可这一枪打得太准了 他晃悠悠的就倒地了 俩人稍微等了会儿,确信一切安好了 这才走上前去检查 抚摸着迅鹿那巨大的鹿角 心里感慨万千,欣赏完毕 他们决定就地处理,把肚子剖开 把内脏取出来,因为内脏坏了 肉位就不正了 然后俩人把迅鹿肉分割开 打包好准备带回去 打猎这回意外的顺心 但他俩不打算这就撤 因为史蒂文他还没弄到迅鹿呢 不过今儿阳光快没了 得赶紧享受晚饭去 先来煎两条鱼 这当然,他们也准备了些配菜 搞个蔬菜大杂会 跟煎鱼一起 味更上一层楼 俩人嘻嘻哈哈的 把那两条鱼一扫而光 然后就睡觉去了 天亮后,他们继续找迅鹿 可是糟心事来了 迁徙的群众,似乎已经撤了 啥迅鹿都没瞧见 俩人商量了下 决定去胡椒会处看看 结果这招挺灵 有几只迅鹿掉队了 俩人还没动呢 营地里就传来呼叫 是摄影师发信号 附近出现了灰熊 估计是迅鹿血味 引来了这不速之客 他在那儿虎视眈眈 不过营地的响声 让他不敢贴近 犹豫了半天 他最终还是溜了 没了心烦事 俩人又进入打猎模式 他们弯着腰慢悠悠的前进 尽量贴近目标 一头雄壮的迅鹿 进入了他们视线 史蒂文给枪上膛 然后就是耐心等 机会一晃而过 迅鹿停下来那刹那 史蒂文决断地扣下扳机 迅鹿跑了几步就栽倒了 过不了多久 俩人就把他处理干净 然后搬回营地 可糟心的事情又来了 那灰熊竟又回来了 看样子是死心不改 面对这抢劫行径 俩人各自拿起步枪 直奔灰熊而去 史蒂文大喊大叫 试图吓退对方 但灰熊不吃这套 史蒂文就朝天开了一枪 再把枪口对准灰熊 这下灰熊吓傻了 冲刺试得跑远了 这样丢人现眼地撤退 让他丢了大脸 所以他回头瞪了俩人一眼 然后气呼呼地跑了 接下来是俩人最盼着的环节 他们把鹿肉丢进锅里开始炒 再掏出几根胡萝卜 红薯和辣椒这些配菜 他们切碎了这些东西 全都倒进锅里和肉汤混一混 然后再撒点百里香来提提鲜 等了好一会儿 一接锅盖那一瞬间 香味就肆意开来 真是馋得要命 俩人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 味道真是一级棒 吃得他们直呼爽 这哥们狩猎下了一只驯鹿 弄到了一大堆上好的鹿肉 他熬了一锅超级香的肉汤 和朋友还吃了一顿 这哥们名叫史蒂文 是个全职猎人 接着他来到阿拉斯加山脉 托克和一带 来寻找山中的神仙大脚羊 这回他跟好基友保罗组队了 这地方就以那绵延起伏的山丸出名 地形险恶得很 成了人际罕至的禁地 不过这也正吸引着 成群的猎人们 每年都有2500多号人 真个头破血流只为一个狩猎名额 有些倒霉蛋 生了40年还是一次没中过 史蒂文这次是第五次事 就撞上了大运抽中了 不过这边的规矩是 非当地人打猎 得有注册导游 或是当地亲戚陪同 史蒂文还真有个哥们 丹尼搞生开的 同时也疯狂爱打猎 正好符合这条件 所以这趟狩猎 就两人一起上了 到了那儿之后 他们先琢磨了下地图 弄明白了该咋走 三个人就先支起了帐篷 然后才开始四处侦查 山羊是还没眼 倒是先瞅见了一只黑熊 离他不远的地方 居然还有只灰熊 果然这地方视野得很 野兽到处都是 虽说狩猎季还有两天才开始 但真正忙活还得从明天才算起 一大早 他们打算各奔东西 这样的话找到山羊的机会 也会大很多 起步之前 得把东西挂树上 免得熊钉上 史蒂文跟丹妮并肩出发 保罗自己干 吐蕃鼠好奇地看着他们 对这俩不请自来的家伙 叽叽喳喳地叫唤 这山路抖得跟刀背似的 把他俩累得够呛 好不容易 才爬到了山脊上头 正好跟保罗约定的时间撞上了 挺准时的 拿出望远镜一瞅 眼前一亮 看见对面山头的保罗 他也到位了 通过匕首画脚 保罗示意 他俩头上有山羊 狩猎记开幕还剩 不到一天 就在半山腰 找了个地方歇息 夜里静悄悄的 第二天 狩猎记正式开始了 史蒂文跟丹妮开爬 今儿运气不太顺 山顶乌蒙蒙的 瞧不清一丁点 为了别下跑山羊 俩人躲在凹岩石后面 等着天放晴 几个钟头过去了 雾终于散了 他们又行动了 向山顶进发 刚一到 看到了两只山羊 运气来了 山羊还没瞅见他们 按照法规 他们只能打 符合条件的公羊 关键是看脚 得是完全卷起来的 八岁以上公羊的象征 史蒂文细细分辨 觉得有一只可以 但没百分百的把握 得等走近线 才能看得清楚 俩人的位置挺尴尬的 一点动静都很惹眼 惹得山羊注意就不好了 所以得有一人盯紧 另一个人得慢悠悠爬 费了好大劲 他们总算脱离了空旷地 终于躲过了山羊的目光 他们不由地加快了步伐 而那两只山羊还在那儿闹着玩 看这情况 进展挺顺的 史蒂文差不多快到了 那山羊却开始动起来了 为了看得更清楚 史蒂文打算爬到山脊顶上 他把望远镜拿出来 那山羊还在动 不过这会儿距离够了 他瞅见山羊的右脚 正好是卷起来的 这满足狩猎的条件了 史蒂文架好枪 等着山羊转个身 机会马上就来了 山羊侧着身子 呆呆地站在石头上 史蒂文扣下扳机 山羊倒地应声 开始滚下去 史蒂文的心 一下子就绷紧了 要是山羊滚到悬崖底 那找回来就难了 他眉头紧锁 紧盯着那山羊 滚了好一会儿 山羊总算停下来了 史蒂文这才松口气 他朝目标走过去 走近了才觉得 山羊的气势真雄伟 一对羊脚又粗又壮 摸着这利器 史蒂文感慨万分 这绝对是大脚羊中的 国王级别的 他特别重义这只 不停地发出赞叹 保罗最后慢吞吞来了 他们三个人一起劲儿 把山羊拖到平地 开始分解处理 靠他们合作 一块好羊肉一块的割 细细地分开 按不同类型 做好了打包处理 然后每人一包 就离开了这儿 下一步 是他们最期待的环节 新鲜食材 通常就得用最简单的烹饪法 史蒂文给羊肉上 撒了点调料 开始油煎 然后他准备了点面粉 烘烤了鲜奶油面饼 弄了一番 美味的食物出炉了 面饼搭配羊肉 那味儿就不一样 羊肉既不柴也不硬 咬着刚刚好 大伙痛快地大吃特吃 这狩猎可真成功 男人打到了一只大脚羊 搞来了三百斤肉 他把最嫩的肉烤熟 搭个面饼 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这男人名史蒂文 是个职业猎人 这趟他去了墨西哥的马德雷山 打算去猎火鸡 这是地球上最干 最荒凉的地方之一 不过这也是古尔德火鸡的家 他们是世上最稀 腿最长的火鸡品种 在这儿繁衍了几千年 史蒂文第一次猎古尔德火鸡 这次他带上朋友杰一起来 杰一家在这儿 开农场两百年了 他也特爱狩猎 为了这次行动 他们准备了几个火鸡模型 检查完装备 他们启程了 山地车在 崎区道上飞驰 很快两人到了 接下来 他们得徒步过去 现在四点钟 他们首要的是 找个过夜地 明天再说打猎 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串 火鸡找印 很新鲜 看来 他们已经走进 火鸡活动区 杰一拿出器具 开始学母鸡叫 等了会儿 视线里现了只火鸡 但他意识到 对方不是母鸡 就把腿就跑了 俩人爬上了山坡 准备高处 看看周围的情况 下面的风景一览无遗 找了一圈 他们看到了三只火鸡 那几只正嬉皮笑脸的玩着 但俩人没急着行动 先观察着火鸡往哪走 看他们选哪安家过夜 等到天快黑的时候 火鸡们就飞上梧桐树 去睡觉了 这下俩人有谱了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靠在石头上 等着天一亮的第一声鸡叫 太阳一冒头 火鸡们叫得更欢了 俩人也把假火鸡摆好了 还用线搞动模型 搞得跟活的似的 同时拿起工具 不停地学火鸡叫 努力总会有回报 没一会儿就看到一只火鸡 慌慌张张地冲过来了 他把尾巴扇开 使劲地炫耀 想引母鸡的注意 被爱冲昏了头的他 根本没注意旁边蹲着猎人 他还没来得及开心 子弹就穿过了身体 扑腾了两下就没气了 可怜的火鸡王 就这么 结束了辉煌生涯 他可能是不甘心 竟然假死了一下 史蒂文一手按住脖子 另一手拿石头敲 终于把他整彻底了 火鸡背上山 史蒂文乐开了花 他终于打到古尔德火鸡了 两个人回到了农场 史蒂文把火鸡挂起来 开始把火鸡毛 把它摆平放盘子里 火鸡要美味 配料得下功夫 他准备了盐和糖 切了个柠檬 把柠檬汁挤进锅里 又找来一头大蒜 把火鸡泡进液体里 浸上一整天 第二天凌晨三点 俩人一早起床 又去荒野里溜达 打算再猎一只火鸡 等了好一会儿 另一个幸运儿蹦跋过来了 看他那奔跑的样子 真是着急得很 急成这样 因为又来了个对手 史蒂文冷静着呢 安静地看着他们互动 直到一只肥火鸡 走到模型边上 他这才动了手 按下了扳机 火鸡倒地了 又是爱情路上的 一名牺牲者 俩人走过去检查猎物 看着他那丰满的身材 史蒂文兴奋得不得了 他忍不住跳起火鸡舞 玩闹一阵后 他们提着火鸡 开始了回城 史蒂文去了当地一家 木炭加工的地方 拿了一袋木炭回家 接下来是他最期待的部分 火鸡泡了一整天 烟的味道十足 他把火鸡展开放在 木炭上的烤架上 撒了点辣椒粉 注意着翻烤 防止肉烤糊了 他细心地烤制下 一顿超赞的烤肉就完成了 结衣撕下一块尝了尝 外皮酥脆肉质鲜嫩 真的是味道独特 史蒂文也陶醉在美食中 这狩猎太成功了 他会永远记得这完美的一天 男人猎到了一只火鸡 发现他还没死透 直接拿石头把它敲死 然后做了一顿大餐 美滋滋地享用起来 这男人名叫史蒂文 他是个专职猎人 今天来到了蒙大拿州南部 和朋友组队 准备打些松鸡 罗尼是个猎鸟高手 他训了几条猎狗 猎狗帮大忙 现在他们每人带着狗 进入荒野深处 松鸡常在高山活动 他们费了老劲 最后还是迷路了 拿出地图一看 还好 就多走了一英里 俩人哭笑不得 叮嘱摄影师 这段可别放出去 他们继续前行 克服了重重困难 终于登上了山顶 俩人歇会儿 但猎犬们表示 他们才刚热身 充满活力的 开始找猎物了 看猎犬这么卖力 枪声在荒野中回响 罗尼连开两枪 一会儿功夫 猎犬叼着松鸡跑回来 他们得到了 今天的头份战利品 罗尼忍不住嘚瑟 看得史蒂文眼红 史蒂文心里默默发誓 今天他的狩猎 一定要赢过那老头 男人的竞争欲 这时候显现了 可这森林密得很 要找到松鸡 可不是件容易事 闲晃了会儿 史蒂文终于扣了扳机 他刚好碰见一只松鸡 马上就开了枪 找到灵感的史蒂文 火力全开 他一连串开的枪 整整开出三发 可每枪都打空了 气得他直嚷嚷 这一幕太逗了 罗尼差点笑出声 同时吸引了 两个好奇的小家伙 罗尼慢悠悠走过去 吓得松鸡飞起来 罗尼就等这个时候 他喜欢挑战 他的枪法还真是了得 枪枪命中 史蒂文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给了今天的头一个赞 欢声笑语在野外回道 两人越来越兴奋 可惜一阵突来的雨 让他们的兴致全无了 两人只好收场 春雨来得及 去得也快 他们还没下山 雨就停了 两人选了小戏边 清理松鸡 把内脏全弄掉 因为连猎犬都不爱吃那些 弄完这些 他们在溪水中洗手 带着松鸡 两人就启程了 过了大半天 他们到了卡车那儿 先把猎犬弄进笼子 然后踏上回家路 今天打猎没那么进行 所以打算明天再来 第二天 天还没亮 他们就来到山上 带着猎犬 开始找松鸡 用不了多久 他们找到了一只 史蒂文默不作声端起枪 猎犬收到信号 飞快地冲出去 松鸡被吓飞了 罗尼掀开的枪 紧接着是史蒂文 很快猎犬就 带回一只 躲在草丛里的松鸡 开局就挺顺的 两人继续前行 这趟打猎 就当是游山玩水 顺其自然 随机挑选幸运松鸡做晚餐 一只松鸡飞得快 成功躲过了狩猎 可能是猎犬提前 把他给吓找了 两人继续走 今天比昨天走得更远更高 可惜 收获少了点 到了中午 猎犬累坏了 他们决定回家 这两天打的松鸡 够做一顿大餐了 两人走到河边 开始弄那些松鸡 包皮的办法非常简单粗暴 就踩住两翅膀 拽着鸡腿 缓缓地用进拉 松鸡就分成两半 鸡腿留着 剩的就丢了 鸡胸肉粉嫩粉嫩的 肉质新鲜嫩滑 他俩把鸡肉洗干净 然后锅里烧油 辣椒也准备好 鸡肉裹着辣椒半片 扔油锅里一炸 滋滋声好听极了 鸡腿直接下油锅 等他棕黄可口 再来点奶油 他又煮了锅一面 一共三个菜 看着真香 罗尼忍不住称奇 他等不及了 两个人开始品尝 炙热的鸡肉辣椒香 一口就让人神清气爽 罗尼很吃几口 对史蒂文的手艺 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时候 一亩鹿闯入了视线 可能是被美味吸引 不过猎人俩没搭理他 美食面前 大块朵鱼才是王道 他们津津有味地吃 这才是户外冒险的乐趣啊 男人踩住松鸡翅膀 握住俩鸡腿 缓缓地有劲拉 松鸡就被他一分为二 这个叫史蒂文的男人 是个全职的猎人 同时也是美食达人 接他来蒙大拿州西南 雇了三羊驼帮忙运东西 他们准备深入山林 寻找传说中的路 纳尔也是美洲师的地盘 为了保命 一车面包车沿着公路开 傍晚才进山路 今晚就车上过 简单吃了点晚饭 然后就睡觉了 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早晨 他们从睡袋里爬出来 先吃点补充能量 再开始收拾装备 每个包大概20斤重 挂在羊驼两边 保持平衡很关键 羊驼才不会在山路摔跤 他们收拾完毕 天已经大亮 他们全副武装起来 牵着羊驼 正是踏上征途 这可是谁都能来打猎的地 意味着得和别的猎人拼一拼 不过史蒂文对这地儿可是门清 他得领着咱们绕开别的猎手 尽量不让人堵上 咱们这帮人在雪地里一路走 脚下嘎吱坐下 听着挺好听的 可这雪实在太硬了 走着走着脚都不是滋味了 辛苦的还是咱们摄影师 不光得背个沉甸甸的包 还得扛着摄像机 不停的路就这么着 他们在平地上 走了好几英里 马上就得挑战陡峭的山路了 他们仔细检查了设备 还把羊驼背上的包紧紧记好 确保一切OK 他们这才正儿八经的上山 爬山路真是累人 尤其是摄影师 得四处找角度 要是没点力气 这工作还真不好干 费了好大劲 他们总算是翻过了山脊 又回到了平地 现在得头等大事 就是赶紧搭个营地 然后好好吃一顿 吃饱喝足了 他们就得找猎物去 没多会儿 史蒂文在雪地里发现了 一串路提应 还有人的脚印 这就说明了 除了咱们 还有别的猎人 在追那些路 事还没完 旁边还有山师的爪印 现在这情况 可真够复杂的 正当史蒂文分析脚印时 远处忽然冒出一只鹿 史蒂文赶紧蹲下来瞄 可惜是头小鹿 他们一般都有大群 但这小家伙 正死死盯着咱们呢 为了不惊动鹿群 史蒂文打算绕道走 过了一会儿 他爬到的高地上 想从高处看得更远 可啥也没瞧见 月头快落山了 他们也只好收摊 回去好好休息 睡了积绝 他们又起来了 趁天还没亮就出发 又找到个高处 开始等路出现 四周静悄悄的 坐了好几小时 啥也没看见 史蒂文有点生气了 毕竟这等待 真的挺让人焦躁 他就决定主动出击 去看看能不能遇上鹿群 这决定还真是明智 他居然发现了新轨迹 有只鹿早上从这儿走过 他就顺着这痕迹 追了上去 可惜走了好几英里 他就是没找到那路 只好又停下脚步 拿出了望远镜 来个地毯式搜寻 史蒂文早失去了 开始的那股锐气 他都难以置信 这荒野如此原始 路还这么少见 两天没好好休息 让他们全身心都累垮 摄影师多地一个 忍不住就问了 我们还等不等了 真的是好饿呀 史蒂文想继续猎 但得面对现实 尊重团队每个人想法 今天看来得空手回 大家默默地往回走 运气无常 猎人们也很难过 这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 毕竟狩猎确实靠运气 史蒂文带着他们 深山里溜达两天 结果还是没找着路 他不愿意就这么放弃 就把目光转移 盯上了另一种本地动物 那就是常见的路 几个人还没动身 每周驼就叫化了起来 表达了不满情绪 这两天累坏他们了 准备的差不多了 他们正式出发 上山去了 第一件事就是扎营 然后两摄影师 跟着史蒂文 深入狩猎区域 考察一下情况 几年前那会儿 史蒂文在烧过的地 看到过几只鹿 这次他打算先去那儿看看 一般火候都会长得郁郁葱葱 是喂食的好地方 走了一阵 他们终于到了 史蒂文用望远镜一瞅 视野里突然 出现了只鹿 是只母鹿呢 旁边还有 又一只鹿 果然是好地方 野鹿到处都是 史蒂文马上锁定目标 一只刚成年的熊鹿 肉看着挺嫩 挺理想的猎物 他们看着鹿乐开花 仿佛能闻到鹿肉香味 开始跃跃欲试了 众人头脑风暴过后 开始踏上周边的山路 尽力躲过了鹿的目光 悄无声息接近猎物 路上史蒂文捡起一根鹿角 真是意外的惊喜 鹿角这可是有价的 藏进背包继续形成 接着又上鹿 跟着树从后头的鹿 史蒂文又拿起望远镜 那鹿居然神秘消失了 史蒂文就不肯这么轻易放弃 决定再往前走走 他顺着干涸床 慢悠悠前行 爬到半山腰 又瞅见了那只鹿 他仔细一看 确定是刚才那头熊鹿 正好在射程之内 他用背包搭了个架子 瞄准镜焦距也调好 可就在这时候 那熊鹿跟鹿群会合 史蒂文没法轻举妄动 他可不想打错目标 不过机会总是等人的 那鹿竞自个儿跳上石头 目标清晰多了 史蒂文按下扳机 那鹿重弹后直冲出去 一下子就不见了 史蒂文急忙追上 在山的另一边 发现了那只鹿 他已经没了呼吸 史蒂文费力拖到空地 忍不住赞叹一番 天色已经开始暗了 再怎么处理这件事上 大家有点意见分歧 经过一番协商 他们决定黑夜中 解决掉这件事 头灯亮起 史蒂文动手了 他小心抛开肚皮 斧头一挥击碎骨头 然后把内脏清理 接着包掉鹿皮 割除腿部线体 闻着针叫人皱眉 史蒂文用血洗手 可手上那味儿 怎么洗都洗不掉 他细心切成四块 打包好准备带走 夜里走路真不容易 更别说背着重物 不过心情好什么都行 他们嘻嘻哈哈 大家热热闹闹 回到了营地 然后才开始弄晚饭 史蒂文准备了几块肉 斧头一敲变嫩 然后扔进油锅里 炸得滋滋响 那声音令人垂涎 肉质鲜嫩 简单烹准备法 保留了肉的原香 让人回味无穷 大家开怀大吃 度过了美好夜晚 终于到家了 正赶上感恩节呢 满桌子的好吃的 鹿肉非得站个头把交椅 笑声嗨起来 天伦之乐想得够 男人打回来之路 轻轻一放进油里闸 这男人名叫史蒂文 全职搞狩猎的 这趟是蒙大拿上北投的 密苏里猎骨那块 一片崎岖 又是个偏僻地带 完全是个野兽的家园 其中就生存着罗路 这回猎途上 跟着他的有两个学徒 他们平时演电影的 为了让体验更赞 史蒂文特意请了 一位老猎手 互相寒暄了一番 然后检查了下装备 两条小船才出发 这地方就是荒凉 那荒芜的景象 让人想独自待会儿 感受一下寂寞 空中老鹰一掠鼓 生气勃勃的 想起世纪的故事 马贼藏身的秘境 目的地终于到了 找了个好地方上岸 赶紧开始搭营地 帐篷一个个立起来 时间不等人 营地很快就搭好了 分工开始行动 各自忙碌起来 先得侦查一圈 支几支笔才能赢 高处看得更远 史蒂文空手而回 望着同伴 而同一时间 另一支小队 运气就好多了 他们正好碰上了一支鹿 在河床底下 鹿影一闪而过 可喜的是 不能狩猎母鹿 不过他们也没有气馁 过了会儿鹿群又来了 他们逐个看过去 找找哪只是熊鹿 终于探来了目标 布莱恩却没动 距离还挺远 熊鹿走着走着 打不准就不打 出于人道主义 这次就放他一马 天已经开始黑 只好回营地去 乔和史蒂文那边 一整天都白等了 运气真是差得离谱 天一亮又得出发 他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冒险 运气看来 这回站在史蒂文这边 他眼尖地发现了 三只悠闲的鹿 其中俩是成年雄性没错 风向不对 追起来也费劲 草草追上去的话 可能会把鹿下跑 所以他们慢悠悠地移动 等待风向改变 但你得知道 在这辽阔的野外 跟踪鹿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活 没一会儿他们俩 真的把鹿给弄丢了 同时在另一边 布莱恩和他的伙伴们 经过一轮细致地搜索 终于找到了几只鹿 是一只母鹿带着他的小宝贝 但你得知道 有母鹿的地方 熊鹿往往也会出没 所以他们俩悄悄地向前爬 想再近一些 再近一些去看个究竟 果不其然 他们的判断太准了 草丛中 果然藏着一只熊壮的熊鹿 布莱恩刚准备采取行动 鹿群却像被惊动的鸟一样 突然动了 选择了过河 这让布莱恩的努力全白费了 在这种动人的温度下 鹿群还是选择了下水 这说明他们肯定是感觉到了不妙 可能是闻到了人类的味道 这结果真是让人失望透顶 而在不远处 史蒂文和乔 还在努力寻找鹿群的身影 史蒂文在宁宁中 发现了新鲜的提议 这说明鹿才走过没多久 这下两人更有干劲了 他们开始四下里找那些鹿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俩只鹿的踪迹 山脊刚好帮了大忙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掩护 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上山 到了山顶 熊鹿就在下面 史蒂文用背包做了个架子 那只熊鹿似乎有点察觉了 开始加快步伐 还不时地发出警告的叫声 采取了一种跳跃式的逃跑方式 想要躲开猎人的枪口 显而易见 这鹿有着满身的狡猾经验 史蒂文和他的第一轮较量 以史蒂文告负收场 但他没那么容易就认输 沿着山脊走了好一段距离 又一次发现了那只狡猾的鹿 史蒂文模仿着鹿的叫声 他那逼真的模仿功夫 把熊鹿片格转过头来 也就在那一刻 在鹿还没反应过来的沙呢 乔果断地扣下了扳机 随着枪声响起 那只熊鹿应声倒下 史蒂文赞不绝口 直到这一刻 乔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他想都没想过 自己竟然真能打到猎物 心跳加速又兴奋万分 两个人赶紧上前去检查 发现了一只好看的罗鹿 看那壮硕又强健的身板 猎人彻底被迷住了 这份感觉 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才懂 乔忠心感谢史蒂文 为他的生活添了不少色彩 史蒂文递过来一把小刀 亲自解剖猎物 是猎人的至高荣誉 乔希望那路的灵魂 能归于自然 这次打猎 对他而言 终身难忘 一头壮观的路 刚被猎徒打倒 乔压抑着激动的心 把骤路解开 然后回到营地 营地的另两人 听说了这事 发自内心祝福他 布莱恩羡慕的不行 虽然天已经黑了 他们还没吃晚饭 史蒂文拿出鲜杆 开始热油锅 还准备了点洋葱 先把洋葱炸一炸 香味全都出来了 接着放入肝脏 稍微等一等 撒点粘上去 一道简单美味的菜 马上就好了 为了奖励乔 他尝了第一口 肝脏鲜嫩 加上洋葱的香 真是美味极了 大家都兴奋地叫好 笑声里庆祝着 欢乐地过了一夜 一日一大早 大火洗漱干净 再次出发 乔任务完成 布莱恩还差点一死 他今天感觉压力重重 他跟随着老猎人 一边走 一边搜寻 有付出就有收获 他俩隐约看到了点什么 看似就在山脊背后 他们慢慢接近 从高处眺望 可惜没找到任何东西 老猎人惊艳老道 直觉告诉他 路就在下方某个地方 他们谨慎的前行 果然见到了那只母鹿 布莱恩找好枪位 鹿仿佛觉察到了什么 布莱恩还没来得及射击 鹿就开始跳着逃了 老猎手模仿鹿叫 母鹿迷茫地亭下 呆愣得东张西望 他回头的时候 这一刻是个机会 布莱恩开枪 子弹穿过鹿的肺 母鹿滚了几圈 发出巨响 其他鹿都吓跑了 两人上前查看猎物 一只成年母鹿 布莱恩轻抚鹿手 心情复杂 祷告鹿魂 能安然归于自然 布莱恩动手包鹿皮 老猎人在旁边给点建议 布莱恩把内脏给弄出来了 把能吃的肉收拾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们俩就拖着鹿走了 回家的鹿上 对布莱恩 这是挺牛的一次经历 史蒂文和乔 一见他们俩回来就乐开了花 心里那个美啊 开始准备迎接他们 场面真是温暖人心 既然两位新手 都圆满完成了狩猎 现在可以好好庆祝一番了 那就是来一场狂欢的鹿肉宴 不过在那之前 得把乔打的那只鹿 找回来 一夜过去了 那鹿还挂在那儿 没被野兽动过 他们决定就地解剖 一边生火一边干 布莱恩切了一块 尝了尝生吃的滋味 原始风味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但其他人并没有跟着尝试 他们更喜欢熟的 等烤肉的时候 瞧把肉串起来 烤肉味道很不错的 开始品尝 实在是太香了 一边处理鹿 一边做货烧烤 双管齐下 心情好动手也利索 几人合作愉快 这只鹿很快 就被他们处理得差不多了 说起鹿眼睛 吃起来像果冻似的 史蒂文一抠 布莱恩就尝了尝 他说感觉真有点独特 然后他们把肉全都包好 扛起背包准备回家 同一时间 老猎人也把鹿处理得差不多了 他那刀工真是绝了 手艺娴熟没话说 一会儿功夫 就把皮拽下来了 今天的主食 非常特别 竟然是鹿头烹饪大餐 这道菜在洛杉矶山脉一带 非常流行 史蒂文从书上看来的 等他们到营地的时候 猎人已经准备好了 史蒂文接下了后续的火 他在炭火里挖了个坑 先用锡纸把鹿头包住 然后再弄上包裹上 已经浸透了的棉布 不止鹿头 鹿脖子也是这么弄 然后就可以慢慢等它做熟了 接着他们掏出了一些地瓜和心脏 还有几个南瓜 地瓜和南瓜包上锡纸就行 心脏先得处理一番 切点蒜和苹果 搅一搅这俩 也用锡纸包好 然后全都扔进木炭里 为的是快点煮熟 他们还往火上添了点木头 这时候 他们的烹饪还没完 最后是烤腰肉这道菜 先把它切成块 拿块石头来敲 把腰肉敲到扁扁的 同时 注意看好 炭火下地食物 火候需要格外注意 都快烤好了 大伙一起把这些都拿出来 然后他们又把木炭锯好 在上面架起了个烤网 给腰肉撒点调料 扔到架子上烤 不一会儿 腰肉就熟了 史蒂文赶紧打开锡纸 检查下鹿肉情况 一股香味飘了出来 真馋人 史蒂文切了块 让伙计们尝尝 烫口的肉化在嘴里 美味得很 烤腰肉也是美味重重 细嫩不干 咬劲十足 他们大块躲一起来 他们从没想过 鹿肉们这么赞 史蒂文这美食家当之无愧 第二个真是吃得太满足了 每道菜都特有味道 都不知道先吃哪个好 只好放开肚子 好好犒劳下自己 这趟狩猎之旅 他们都特别满意 这可真是壮观 两个大汉 各自抓着鹿嘴 把他的头分开 他们刚打到两只鹿 把头给扭下来了 搞成了好吃的 狠狠地大吃一顿 这哥们叫史蒂文 是个吃货 这回他跑到墨西哥索诺拉 跟哥们雷米组队 找这边的两大恶霸 就是西瑞和蛟狼 西瑞别名臭幼猪 因为长得像野猪 但不是一家子 背上有个线体 散着臭味 可肉味道挺好 当地人都很喜欢这种食物 还有另一种食物蛟狼 但很少有人想吃这种食物 有的地方 还特别禁止这事 雷米这哥们是老猎手了 俩人一块上车就出发 到了那儿之后 他们掏出望远 进来四处瞅瞅 马上就瞧见几只西瑞 定位完毕之后 俩人就正儿八经开始行动了 走了好一会儿 来到一块石头遍地的地方 这地方西门老爱待着 他们俩就藏起来偷偷观察 山上真有几只西瑞 雷米准备秀他的召唤技巧了 他开始学那捕诗者的叫声 那叫声逼真的狠 把西瑞们吓得四处乱窜 他们肯定是想找妈妈去了 所以跑得飞快 跟小坦克式的撒腿就跑 这可正合史蒂文的意 他拿起弓箭来 瞄准了起来 那只西就进入射程了 可他突然一加速 史蒂文就这么错过了 吓坏了的西瑞 一个转身就溜了 跟风似的就不见了 史蒂文可一点也不着急 因为还有一只西瑞单飞 可惜史蒂文的剑术也一斑斑 这下连最后一丝希望都没了 俩人过去收回他们的剑 果不其然第一剑是进的 可捡起第二剑时 他们有了意外的惊喜 剑上有血迹 说明他刚才真射中了一只 在五十米外 史蒂文看到了那只西瑞 他挂了 俩人都挺高兴的 第一回合就打到了一只西 这列行算是挺成功 史蒂文迅速地抛开肚子 把西瑞的内脏清理干净 然后背起来走人 回到营地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开启了猎狼之行 史蒂文以前是个毛皮猎人 狼啊什么的他不在话下 所以他对狼的习信特了解 一边赏着日出 一边等狼出没 他们弄了个录音机 里头循环放着狼的叫声 就想用计打击 过了会儿 远处传来狼的回应 俩人立马换个曲 这回放的是兔子挣扎的叫声 他们打算模仿 外地狼捕猎的情景 对本地的狼来说 这是挑衅啊 他们肯定得来查查究竟 结果呼唤了半天 除了勾搭来俩乌鸦 啥动静都没 看来狼们看穿了他们的小把戏 于是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然而一站起来 他俩就发现 决定有点冲动 蛟狼已经悄悄地靠近了 正躲在一旁偷看 俩人迅速逃回去 接着又蛟狼继续上当 可时机已经错过 蛟狼一转身就溜了 他比咱们想的还精明 现在得换个地方 还得用那一套老把戏 又等了好一会儿 视线中又献出两只蛟狼 史蒂文描好了射击 蛟狼重弹倒地 俩人上前去查看战果 这只蛟狼胖乎乎的 显然吃得不错 他们提起蛟狼 往卡车那边走去 接着来 俩人开始准备做饭 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准备功夫搞定之后 史蒂文动手包皮 然后扔掉内脏 砍掉头尾 把它绑在木杆上 挂上火堆烤一烤 火烤一阵 烤得差不多了 泡进水里 毛孔就开了 方便拔毛 所有毛去净了之后 再用刀把骨头敲开 把它平铺开 就像烤羊那样 放上铁架继续烤 撒点自然盐 香味马上就出来 香气四溢 让人垂涎欲低 又把蛟狼翻个身 继续烤另一边 又等了会儿 那肉终于熟透了 史蒂文割下一大块 俩人一起尝起来 天哪 有那么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 口感特别棒 味真是绝了 俩人大块躲移 随后开车往山上去 雷米还没打到猎物呢 怎么可能空手回家 俩人回到昨天打猎的那个点 果不其然 西瑞一家 还在那儿活蹦乱跳 雷米拉紧了弓弦 开始挑选猎物 一只胖乎乎的西瑞 成了他的目标 一箭就射了出去 准确击中 西瑞虽然跑了 但留下了一路血迹 俩人在峡谷底 找到了那只西瑞 带着他回到牧场 先给他包皮 再把肉切成块 扎塔是做饭的高手 做菜手艺一流 他们开始备菜 有切肉的 有操作绞肉机的 扎塔撒上辣椒粉 开始拌肉馅 打算做成香肠 为了让它更加好吃 我们得加点大蒜 还有菜籽油猪油盐啥的 当然了辣椒粉那是标配了 把这些材料搅拌到均匀 然后倒进煎锅里头 同时 扎塔也烙好了几张玉米饼 还挤出了一桶新鲜果汁 好了晚饭可以开吃了 他们把肉末铺在玉米饼上 卷一卷直接开嚼 味道觉得真的是挺特别的 两人忍不住夸扎塔手艺好 这趟打猎 他们可是挺满足的 枪响的一瞬间 蛟狼就栽了 溅起来一团狼毛 下一秒 就开始拔毛包皮 跟烤全阳式的拿去烤 这哥们名叫史蒂文 是个地地道道的吃货 今儿他回到了故乡 美丽见密歇根州那边 正值夏天捕鱼的好时节 史蒂文想再尝尝 而时的味道 带着独木舟出发了 这何能直通密歇根湖 路上绿沼泽一片生机勃勃 他选了个地靠岸 打算这扎营 他把捕鱼用的弓拿出来 给调整了调整 然后砍了棵小树 带上这些东西就出发了 用弓射鱼啊 得有视线上的精准锁定 的巧用阳光 借助反光来瞄准目标 刚砍的那根木杆 现在能用上了 他一边划着船 一边盯紧水面 可惜找了老半天 啥鱼都没瞅见 也许是因为太热 鱼儿都躲起来歇着了 黄辉十分鱼儿 才最爱动他 所以他打算先回 原来那地方 先把帐篷搭起来 忙完这些活 他又拿出两盏灯 想把他们安到 船两边去 他砍了两根树干 横着绑在船上 把灯固定在木头上 史蒂文检查了一下 对这效果很满意 现在离天黑 还有不到一小时 史蒂文就耐心等着 等到夜幕慢慢降临 荒野里一片静悄悄 突然间一束强光亮起 小船随波逐流 船上站着的男的 手里握着武器 眼神锐利得很 盯着河面不放 却没想到看到了只野鸭 平时的话 史蒂文肯定不介意加餐 但今儿的他有震惊事 不想被啥打扰 因为他已经进入状态了 他那专注终于有了回报 河里竟然真的有鱼 史蒂文迅速射出了箭 可惜射空了 毕竟好久没用这玩意儿了 有点不太熟悉了 史蒂文赶紧回顾了下技巧 受到灵感的驱使 看准了鱼的一刹 他又果断出手了 这回他真的射中了条鱼 那一刻把鱼捞起来的时候 鱼儿还在拼命挣扎呢 看着这一幕 史蒂文更兴奋了 仿佛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 灯光下容易吸引大鱼 史蒂文只要瞄准的准 就能射出箭 近距离来看 他简直能百发百中 大鱼挣扎了一阵之后 最后没力气了 史蒂文正准备拉他上来 那大鱼突然一个翻身 居然正脱了跑掉了 这让史蒂文郁闷极了 他牢牢记住了 史蒂文接着去捕鱼 这次他又展现了自己 一剑直接穿透了大鱼的头 史蒂文黑黑笑了 这捕鱼方式太有趣了 他开始真正享受起来 下一条是当地的另一种 叫做蝴蝶旗 尾巴上有个斑点 头长得挺怪的 像极了牛蛙的脑袋 安在了鱼身上 现在鱼差不多捕完了 史蒂文回到了营地 开始刮鱼鳞 他要把这些鱼切成片 撒点盐 防止液里变质 最后放进盒子里保存 那夜无声无息 次日 太阳晒得热辣辣 烟雾缭绕开了 史蒂文忙着准备早饭 他拿出鱼片纹了纹 确认没坏 用河水冲冲 再泡进清水里 淡化掉多余的盐分 要不然太咸了 他又去收集了些树枝 用来搭着烤架 史蒂文把鱼片一一摆上去 稍等了会儿 就把鱼片翻了个面 感觉差不多可以尝尝了 他撕下一块试了试 鱼肉新鲜又嫩 味道跟熏鱼似的 美味 得要细细品味 史蒂文悠悠哉哉吃起来 平时老吃肉 早就吃腻了 烤鱼这东西清淡多了 史蒂文吃着觉得挺满意 剩下的鱼留着下回解馋 他随着水流往下游去 打算用鱼竿河线试试手气 等到了那个地儿 就开始干活了 钓尔是用的小鱼儿模型 他能在水里来回游动 而小船呢就顺着水往下飘 直到钓到鱼为止 很快就有鱼儿上钩了 史蒂文二话不说跳水里 把那条大鱼拉上来了 野生鱼真是精力十足 战斗到最后一刻 还在使劲挣扎呢 这鱼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史蒂文感觉自己像是开通了经脉 很快又掉上来第二条 不过他对比了下大小 发现这条还没长大 就又放生他了 史蒂文继续划着船 欣赏着这儿的鸟和花 心情也跟着喜劲了 随着往前划 越来越多现代建筑 出现在他视线里 他开始进入文明的世界了 选了个岛屿靠岸 对岸正是个度假村 夜幕一降临 史蒂文又开始捕鱼了 他瞧见一条尖尖的鱼 一见就把他射穿了 成功弄到晚饭的第一条鱼 然后他又继续出击 又钓到了一条更大的 这种鱼嘴上 全是尖尖的刺 鱼鳞硬的就像盔甲一样 不过肉质特别好 现在史蒂文可以回去了 第二天 他开始弄早饭 拿着钳子 把那怪鱼皮给包了 绕过厚重的盔甲 把里面的嫩肉挖出来 切成片 裹上面包屑 扔油锅里一炸 炸鱼排美味得很 外边脆里面嫩 香味唇齿流香 让人忍不住还想再来 吃完后 他继续划船 欣赏着密歇根湖的美景 这就是他最爱的生活 史蒂文是个顶尖的捕食高手 也是个烹饪达人 在各种危险的环境穿梭 只为了找到新鲜食材 把他们做成美味 史蒂文 这回来到了 新墨西哥州的东北边 和兄弟科迪一起 准备去追猎羚羊 刚到那儿 史蒂文就瞅见了一只羚羊 离他们得有两英里远 俩人带上武器就出发了 羚羊在陆地上 跑的是第二块的 就比猎豹慢那么一点点 势力还特别好 能从老远就看见敌人呢 所以说追猎羚羊 不是件小菜一碟的火 而且往往只有那么一瞬间 所以得在悄悄接近羚羊之前 他们把子弹上膛弄得妥妥的 现在正值羚羊求爱的时节 熊羚羊就在那原野上 忙着找慈羊 被爱情冲昏头脑就是这样 就算瞅见人了 还是会投铁地冲上来示爱 此刻在他俩面前 正好站着一只正在求爱的公羊 但他似乎察觉到了点啥 因此就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地 等了一会儿 最后他还是让李智占了上风 他选择了落荒而逃 俩猎手就这么错过了一次好机会 就在他们打算撤退的时候 那羚羊突然在山坡上停住了 看样子他还没死心 想再确认下 这俩人类是不是真的不是雌性的 不过经过商量 他们决定再深入探探 找找新的猎物 毕竟这只羚羊已经开始警觉了 搜了一圈之后 他们又发现了一只公羚羊 科迪开始瞄准 这羚羊正好停下来了 角度完美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扣下班机 羚羊倒地应声而倒 两个人在那儿坐等了一会儿 然后才过去查看猎物 科迪是个遵循传统的猎人 每次打猎结束 都会虔诚地祈祷 感谢猎物的牺牲 还希望他的灵魂能回归自然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 为了不让内脏坏掉 他们只能现场处理羚羊 要让肉快点冷却下来 然后分类把肉打包 一人挑一个包 开始踏上回程的路 科迪他爸哈罗德 特别会做一种美味 就是那红辣椒羚羊玉米饼 史蒂文对这个可是相当期待 等俩人到了农场 哈罗德已经等了好一阵了 大家寒暄了几句 然后就开始准备 他把腰肉切成一块块 每块都切得整整齐齐 然后锅里开始烧油 把肉块扔进去 炒到金棕色 接着加点面粉和辣椒粉 那是用当地辣椒做的 辣味十足又香 炒匀了之后 倒点清水进去 小火慢炖就行了 他用这段时间 忙着做玉米饼 太阳快下山了 晚饭也准备好了 把肉块放在玉米饼上面 再撒点薯条 加上洋葱生菜 还有红辣椒 最后淋上汤汁 一道美味就上桌了 史蒂文急不可待尝了的鲜 味好极了 玉米饼香味扑鼻 添上羚羊肉的鲜美 辣椒一点就淋 味道整个飞起来了 几个人过了个痛快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 俩人又出发了 这回轮到史蒂文去打猎 随着太阳一点点声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羚羊眼随处可见 他们得干得现在是 找个合适的靶子 不一会儿好运儿就进入了视线 这是只熊羚羊 看那壮硕的身板 成熟味扑鼻而来 史蒂文锁定了目标 开始慢悠悠靠近凌羊 凌羊还浑然不觉 史蒂文藏到石头后头 暗自观察着 确信没问题 他钻进了铁丝网 越来越近了 眼看好机会来了时 史蒂文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注意到 远处有牌房子 他不能就这么开枪 要是误伤人可就糟了 史蒂文只好撤回去 两人接着找新的目标 到了中午时候 他们又瞅见一只熊羚羊 可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在高地那头 出现了牛群 虽说影响射击 但也给了两人机会 慢慢逼近凌羊 借机遮掩 成功走进射程 牛群巧妙撤退 接下来史蒂文单枪匹马 为了不惊动草木 他捏手捏脚前行 凌羊似乎在打盹 完全不知危险正逼近 史蒂文调试着枪 快速进入状态 深呼吸一口气 扣下了扳机 一枪凌羊就倒地 枪响之后 荒野又归于寂静 只有地上的凌羊证明了 刚才的猎杀 史蒂文抚摸着猎物 忍不住赞叹他的美 欣赏完毕 他开始料理羚羊 科迪去开皮卡 把羚羊装入袋中 然后装车准备走人 今儿晚上的菜 打算弄点羚羊肉 配烤辣椒跟奶酪 史蒂文把嫩肉切成一片片 用腹背儿轻轻敲打 让肉片变扁变嫩 然后他掏出一大把调料 撒在肉上 接着丢进油锅里炸上一炸 肉一变棕色 先撒上辣椒 再撒上奶酪 盖上锅盖 憋上那么几分钟 美味可以上桌了 这菜得讲究吃法 得跟吃牛排似的来 他尝了尝 对这个味道特满意 这回狩猎可真不错 大兄弟打到一只羚羊 把他分解得干干净净 背回了农场 然后做了羚羊玉米饼 痛快吃了一顿 那哥们名叫史蒂文 是个地道的美食达人 可总有人以他手艺 所以这一回 他得好好秀一把厨艺 先得把菜刀磨磨更利索 他可是分解肉骨的力气 现在史蒂文手里 正拿着只大鹿腿 因为切的角度刚好 所以肉还整整齐齐的 这样能保鲜得更久 今天第一个菜就是烤鹿腿 因为小腿有精油组织 得慢慢熬才能烤烂 最佳办法就是先划几道口子 把他那结构搞得松散些 然后史蒂文拿起钢具 把骨头锯得短些 这些骨头日后还能派上用场 他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捆好 为的是方便以后拉扯 接着他火炉上火 拿出来熊油 咬了一勺 等他在锅里化开 这期间 他拿盐根胡椒粉给腿骨上上色 再来层面粉包裹 最后放锅里炸一炸 这菜的灵感呀 是各种文化撞出来的火花 在西班牙那边 有着类似的做法 他一个意大利哥们 也能做出差不多的菜 肉一烤成褐色 就把他们全都捞出来 然后将洋葱大蒜切丁 扔油锅里炸一炸 同时准备其他配菜 就是芹菜跟胡萝卜 它们是提味的王道 再加点熟尾草跟百里香 等配菜都煮熟了 把那腿骨肉摆上去 再倒点番茄汁 加点清水 最后送进烤箱烤起来 现在他开始弄那鹿大腿了 这是茴香粉 去鹿肉腥味特棒 他先准备了四分之一杯的盐 加几勺红糖和茴香粉 还有切碎的百里香 这些是菜籽和黑胡椒的混合物 还有杜松一起 把这些倒进铁锅热一热 然后磨成粉 最后倒进调料盘 他接着从烤箱里拿出鹿腿 烤得差不多了 但他还得细细检查一番 看看表面 有没啥毛发或杂质 史蒂文又拿出橄榄油 让鹿肉外表黏黏的 然后把刚才的调料抹上去 用敲的方式 让味进去 没溢出他都不放过 下部是弄个烤床 把洋葱大蒜 还有茴香叶铺底 先倒点橄榄油 再把肉放上头 最后就送进烤箱了 接下来是羊蛋 这得保持原汁原味的 直接扔进黄油里 丢着点煮 可惜他掌握的火候欠点 羊蛋给炸裂了 还好没啥大问题 史蒂文切成薄片 长了一小片 羊蛋够嚼头 味道也挺正点 然后他开始准备下道菜 他在旧金山一个贵的离谱的餐馆 跟一贵妇人一起吃过晚饭 那会儿就吃了一道菜 是用骨髓做的 印象深得很 接着他要试着再弄一遍 他拿出两根鹿骨 用锯子把它们锯成小骨块 立着摆放好 这是还没煮之前的样子 直接放烤箱里去 期待他烤出来的样子 菜都在烤箱里头了 他现在有的是时间弄配菜 这些是没碎的玉米粉 倒进清水里头 准备煮玉米粥 待他凉了之后 把粘稠的玉米粥 装进塑料袋里 卷成椭圆形状 等他凝固 用菜刀切成厚饼 最后扔油锅里煎一煎 这会儿时间 差不多到了 他把鹿大腿拿出来 检查一下熟度 感觉挺好的 把肉块端出来 把红酒倒进蔬菜里 继续加热 等他煮沸 再把汤汁滤出来 准备淋在肉上 进一步提升鹿肉的香味 骨髓也熬得妙不可言 每一块透着诱人的光泽 实际把握得刚刚好 然后把那香草巧妙地插进去 让这菜看着更有食欲 史蒂文接着去检查下一样菜 番茄跟鹿骨汤也微得恰到好处 忙了半天 咱们的美味佳肴全都端上来了 不单味道好颜值也在线 每一样都独具匠心 史蒂文把大腿肉切成了薄薄的片 同时 朋友亲戚们也一个接一个的到了 史蒂文招待他们尝尽每一道菜 分享美味是他的乐趣 更爱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他们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一个个都大口吃得不亦乐乎 这肯定是口味最赞的一餐 没错 这味道真是无语伦比 每个人都热情地大赞史蒂文的手艺 认为他简直就是大厨级别的 这就是那个 让动物世界都敬畏的男人 只要他出手 准能大获全胜 这男人名叫史蒂文 既是精灵猎人 也是位超级美食家 接着他造访了旧墨西哥州 准备去追寻库斯鹿 他的好机友雷米也跟着一起 雷米喜欢的是那种刺激 这回他打算用剑猎鹿 这可是一场不小的挑战 库斯鹿那可是胆小谨慎的动物 它们的直觉特别敏感 一察觉到危险就会逃之夭夭 不过这次的时机 对打猎可是相当有利 因为现在是鹿门交配的季节 这些羞涩的鹿 都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就连警觉性也降低了 两个人占据至高点观察着 很快就发现了一只鹿 距离它们还有点距离 两人决定各走各的 雷米穿过那峡谷 攀上对面的坡 拿起鹿角摩擦起来 想借此吸引熊鹿 史蒂文还在原地 继续监视那峡谷 眼前又出现了一只熊鹿 狩猎时不常见到 鹿通常挺难遇见的 但接着鹿满天飞 史蒂文越来越激动了 他得搞到一只 看着就撞的熊鹿 同一时间 雷米手里拿着弓箭 开始主动进攻 得捏手捏脚进入射程 这样才能一见命中 在他面前呢 正好有只挺不错的熊鹿 引诱他得费点心思 雷米开始装模作样 一边学鹿教 一边留意着他的动静 努力想着怎么靠近 可惜天黑了 俩人手空空而归 等史蒂文回到营地 雷米已经弄好了篝火 他们分享了各自的遭遇 然后一起过了夜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又出发去打猎 雷米刚到山坡上 下面就看见一只熊鹿 只有几百米远 因为有的是时间 所以雷米不急于行动 他在等最好的时机 作为顶尖猎人 耐心是关键 同时史蒂文还在找鹿 等到午饭时间 才发现了一只 就在对面山脊上 史蒂文正看着呢 鹿就不见了 他决定过去看看 小心翼翼的 接近了之后 史蒂文开始爬行 努力总有回报 终于看到了鹿 还是两只母鹿呢 虽然熊鹿还没露面 但母鹿在的地方 熊鹿通常也会出现 所以他就耐心等着 他的判断没错 不远处草丛里 真有只熊鹿 史蒂文慢慢举起枪 熊鹿猛了一会 突然朝这边看 动作要快 史蒂文扣下扳机 枪响随之而来 熊鹿应声倒地 扬起一地沙尘 史蒂文呆呆地看着 心情得平复一下 走进了才看清 这鹿真是太美了 库斯鹿个头不大 看起来特别可爱 史蒂文拖着鹿到空地 包了肚皮 把内脏都取干净 然后把鹿挂树上 继续包毛皮 搞定之后 把鹿腿肢体给拆开 现在最让他期待的环节到了 先把洋葱给切成片 再准备点大蒜和干辣椒 然后锅里加油烧起来 把这些香料扔进去 翻炒一阵 线跳一块鹿排出来 拿斧头把它敲碎 把这些碎片扔进热油里 等它们变得金黄 再把之前炒的香料加进去 撒上点调味料 加点清水进去 盖上锅盖慢慢焖 为了保温 他把锅给沙徒演了起来 另一头 雷米还在那儿等机会 山下正好有只鹿走过 他抓起背包就追了 跑到那儿一看 鹿正好奇地盯着他呢 两眼对视冒出火花 稍微有点尴尬 鹿走开了打破了沉默 雷米赶紧瞄准 可惜鹿跳来跳去地走了 雷米就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他心里还是挺遗憾的 今天打猎不合适了 只好走回头鹿 夜幕降临的时候 史蒂文挖开土堆 把铁锅给拿出来 开始检查 看到的是一锅焦黑的东西 展现在眼前 有点像黑暗料理 至少是熟的嘛 两人开始尝 排骨煮得挺闷的 味道意外的好 两人开心的大吃特吃 第二天清早 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今天得让雷米来完成狩猎 史蒂文给他指了指鹿 告诉他鹿群长去的地方 让他自己去尝试 这样成功率会更高 他还准备了个秘密武器 就是一张鹿皮 把它搭在树枝上 然后摆放在空旷的地方 等着熊鹿自己送上门来 雷米不停地捣鼓着鹿角 让他发出咔哒声 模仿熊鹿打斗的样子 不时地学着鹿的叫声 希望能吸引附近的鹿 很快就有只鹿出现了 他朝着模型直奔过去 雷米以为机会来了 可那鹿就是不露面 反倒往相反的方向跑了 雷米这会儿又可又累 觉得这狩猎方式真是累人 他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他表示要是下次再来 我肯定得带上步枪 有点苦涩地笑了笑 他终于接受了现实的残酷 只好一条腿一个脚印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出乎意料的是发生了 他居然碰上了一只野鹿 就在不远处的树林中悠然自得 这简直是难得一遇的好机会 雷米悄无声息地瞄准了 那只鹿还是一动不动 雷米毫不犹豫地射出了箭 鹿受伤了疼得要命 沙内间就飞快地跑了起来 雷米兴奋的心情难以平复 赶紧去找回自己的战利品 这是一只刚踏入成年的熊鹿 雷米总算是证明了自己 他开心地把猎物带回家 把外皮一拉整个脱下 接着就把肢体给拆了开 用那排骨煮了得香喷喷的汤 痛快地大吃了一顿 这男人名叫史蒂文 他可是个职业猎人 同时也是位挺有品的美食家 接着他来到加州 跟哥们汉克结伴而行 汉克当厨师那是手艺一流 晚年才开始学着打猎 从此过上了追求美食的猎人生活 他和史蒂文兴趣一拍即合 于是俩人就成了好机友 两位哥们来到了史蒂文一个 朋友地农场 这地方黑尾鹿多得很 还有野猪和各种小动物 他们一到就忙着 先各自支好了帐篷 然后就开始他们的征程 他们找了个高处 开始俯瞰下面的一切 满眼望去野猪比比皆是 但黑尾鹿暂时还没露脸 经过一顿密集搜索 他们总算看到了几只鹿 其中有一只壮实的熊鹿 这一幕让人精神大振 不过得遵守这边的法规 第一天到的 大型动物还有静猎期 于是他们记下了地点 打算明天再来行动 今天时间还早 他们决定先打些小动物 既能打发下时间 又能解解恶 于是两个人各奔东西 开始了各自的狩猎行动 汉克随手摘了颗樱桃 边走边尝 酸得他直皱眉 不多时他发现了只兔子 举枪就是一缩子 可惜没打中 汉克笑笑掩饰了下尴尬 他还没找到感觉呢 不一会儿 又一只兔子蹦出来 汉克这次连开两枪 这回好终于打中了 但那兔子还没断气 汉克又补了一枪 这下他彻底没了声息 这野兔大小正好 正合适做顿好吃的午饭 不过大家都觉得 野兔肉特别难下咽 汉克却已烹饪 那些被人忽略的野味出名 他烧的野兔特别拿手 现在食物有着落了 俩人又爬回山上 继续盯着鹿和猪的动静 尤其是熊鹿 一发现就寄下来 为明天狩猎做好铺垫 天色渐暗他们才罢休 当晚就这么过去了 话不多说 第二天一早 俩人早早就守在山坡 等待鹿群出没 过了没多久 一只熊鹿出现了 俩人定了方位 迅速跟了上去 翻过山头 来到满是石头的地方 熊鹿就在对面活动 汉克藏好了自己 静后猎物现身 史蒂文主动让出机会 给朋友留下好位置 没想到意外中 他自己也发现了一只 大概一英里外 史蒂文精神百倍 马上就行动了 他穿山越岭穿过丛林 从上风口靠近目标 熊鹿措手不及 近在咫尺的猎人 他还没反应过来 呆若木鸡站在那 史蒂文赶紧开枪 但是太激动了 第一枪没打中 鹿似乎被吓傻 忘了要跑 对真正的猎人来说 不会有同样的错误 第二枪稳稳命中 熊鹿挣扎了一下 最后倒在地上 汉克一听枪响就羡慕极度恨 他心想史蒂文肯定是搞定了 另一头 史蒂文走到那只黑尾鹿身边 看着他肥嘟嘟的 心里美滋滋的 因为天挺热 史蒂文就把鹿拖到凉快的地方 汉克还在那儿等着机会呢 可那鹿就是不露面 他那个急啊 史蒂文开始包鹿皮 还把肉分好累 接下来就是吃饭时间了 汉克准备露一手 他用左打的野兔 拿洋葱跟他一起炒 等兔肉一变色 加点大蒜和刺山树果 那可是调味大招 再来点藏红花和树叶 还有两个辣椒 然后小火慢炖就对了 过了好几小时 汉克揭开锅盖 又倒了点葡萄酒 这酒是自家院子里酿的 能让肉汤更鲜美 不及待地尝了尝 果然是美味极了 肉嫩得很 吃了还想再吃 两人吃饱喝足 又出发去打猎 这回他们想弄点野猪肉 虽说这儿野猪多 但他们特别狡猾 想猎到他们不容易 两人各走各的 汉克过了小溪 直奔对面山井 史蒂文则去谷底橡树林转转 不一会儿他就瞅见一只母猪 带着一大堆小猪仔 风向不对 可不能乱来 只好在那儿等着 结果好机会真的来了 野猪居然从他面前经过 史蒂文二话不说就开枪 可惜没打中 野猪飞窜 一溜烟跑没影了 快得史蒂文都没机会补枪 他可不甘心 迅速追了上去 没想到啊 野猪已经趴在地上了 原来是重担了 是肾上腺素刺激他 让他跑到这儿 这时候 史蒂文发现 另一头野猪正朝这边冲 他提枪就迎上去 野猪一靠近才感觉到不对劲 一个机灵就开始疯跑 可对于史蒂文来说已经晚了 他稳稳当当地打中了目标 这下子是双杀收工了 汉克的运气就差多了 他啥也没碰上 枪声一阵接一阵 他有点眼红啊 史蒂文把猪拖到凉爽的地头 把猪肚子里的东西清理干净 跟汉克会合 开着卡车过来 俩人一起把猪背回了营地 轮到汉克秀操作了 虽然没打到猪 有点小失落 但做好菜 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第一道菜是鹿肉 汉克把肉块切好 扔锅里去煎 等它变色 再一个个捞起来 然后把自酿的酒倒进煮好的洋葱里 把肉泡进去 加上各种调料 还有辣椒 鼠尾草和树叶这些 小火悠悠炖着 汉克又弄出个猪心来 沿着纹路划两刀 然后拍扁它 裹上巷子粉 放油里一闸 等一面金黄了 再翻个面 香味四溢啊 颜色也好看 还有梅肚菌和洋葱 搅和成简单的酱 撒在猪心上面 现在可以大块朵頤了 尺地纹长了长 真是太香了 鹿肉汤也煮好了 两人吃得津津有味 这顿野炊真是难忘 史蒂文特别满意 希望以后还能再来